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現在中國的模板都隨時飛了 都影響到日本 你覺得日本人有沒有責任去建設民主中國 但是當我去到維園的時候 我就變成被迫住 簡單來說我硬吃了你們的訴求 我坐下來檢查中國 我好像就認同了你知聯會說的話 香港 卻秘類 事件性 卻秘類 其實已經說得很清楚 為什麼會有 今時今日就是香港社會多了很多人 尤其是年輕人 已經沒有這種中國人情懷的時候 其實六四到我們還有什麼意義呢 還有將來到了六四當日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繼續出席 一些大型的導電活動 其實當我們對六四理解不同了之後 也都會將來有其他可能性出現 我會希望透過這個論壇 再去講這一次討論 其實這次論壇的意義就是 一開始我也講了 那個爭議就是大家 你去不去悼念 你不去悼念會被人指責 你不去支援會悼念會被人指責 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的話 其實沒有必要是有一個論壇的了 往後日子 往後日子你如果繼續想做 可能是專題展覽 或者是一些研討會 或者其他的活動 是幫助大家去理解這件事 或者去藉著這件事去吸取教訓 就不需要一個論壇的討論 我們再次不需要悼念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 大家都很不甘心 就是 六四這個這麼重要的問題 就是在香港的市民當中 產生這麼大的矛盾 而令到有很多人心淡 或者不願意出席哪一方面的活動 或者出席的時候 都有很多怨氣 所以今天搞了這樣的交流會 請了不同觀點的人 去講這個六四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搞下去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 我希望他們達到他們的目的 就是說能夠令到六四 再有一個新的意義 紀念六四 以及是不是是否必須要支持 建設民主中國人 是兩個概念 我可以一方面 正如剛剛講者所講 紀念一班對自由民主有追求的人 被屠殺這件事 還有我 需要不需要去 就是定同自己的中國人 是完全兩件事 很簡單 但是這個改不改得到呢 見了就了 我本來覺得其他孫子的學生會 其實都不是太過同意 就是支聯會的紀念方式 就是他們 他們的 當然他們 你不能說完全無意義 但是他們都會有少意 但是我覺得那個方法 未必是一個最入色 或者是已經 對 都未必是最入色 不是需要 我們覺得是過分的意識化 或者是 他們現在的訴求 其實也都 不太符合我們現在 年輕人自己的 本土的思維 然後大家看到 從2014年開始 所有大學的學生 學生團體 全部都自己搞 香港大學 今天香港大學也是自己搞 中大也是自己搞 昨天幾間大專院 學生會也自己搞 大家看得很清楚 為什麼會自己搞 就是覺得 我不要跟支聯會那一套 但是我不是忘記六四 現在很多的年輕人 或者是半土派 其實他們都不是不紀念六四 或者不是要忘記這件事 反而是 其實怎樣 不是跟支聯會一樣 那種民族主義的說法 而我覺得這一點 是 我自己都不是說 很認同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或者可能是香港普遍的年輕人 都未必會認同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很必須要在想 究竟六四這件事 和香港有什麼關係 我們會堅持守在民主 人權自由的最前線 團結團國的人民 爭取結束專政 實現民主 六四必將平反 專政必會結束 民主憲政將會戰勝歸來 是 真的很不喜歡那種現場的氣氛 但這種是 那種是 其實這幾年都 有不同的總職 搞過六四萬會之後的討論會 其實那個想法都是因為 覺得 其實六四萬會除了悼念之外 其實還有更加多的事情 可以說 或者可以做 因為 悼念它可能只是為一個 悼念六四的死難者 各個的目的 就是 對於我來說 為何 近幾年 大家 對六四這件事 感覺好像距離遠了 其實 我覺得是 欠缺了討論 欠缺了大家 怎樣去看這件事 中間 有某些溝通 有一個夢 不會死 你雀白 求論欲 怎麼打 始終仍會開發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你雀白 來自你我的心 雀白 但有一個夢 李 我們 可